HELLO 大家好 我是娃姐 現在已經是時間的兩點半了 看到一個黑暗圈 就是打到下面的燈 剛才在IG story跟大家說 我今天就要立刻拍 立刻剪這條片 就是為了盡快給大家拿醜 今年的年宵已經不經不覺到第四年了 我們由維園到長三環 長三環到D2 Place 今年我們去到遙中遙文化館 終於都由室內到室外了 這次的地方其實都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難去 大家如果在美孚地鐵站B出口 走六至八分鐘就可以到 如果大家在D2 Place 步行過來的話 12至15分鐘就可以去到 而今次的主辦單位很貼心告訴你 D2 Place安排了一些紅汽車 接載大家來會場 詳細的資料大家可以看回大會專業的時間表 今次年中活動的日期就是2月5日至11日 每天都會開1點到10點 以我所知年三十晚會場還會開到凌晨2點 如果如無意外沒有體力透支的話 我應該這麼多天由早到晚都會在當中等大家過來 如果去到後來幾天 因為你知道 連銷的貨是無法預計的 如果去到後來幾天可能有些貨已經賣光 已經沒有了 那一部分的貨品都可以現場即時預訂 我自己都會在IGL Story 維持著跟大家更新一些貨量 到時會場的狀況 大家記得要留意 那另外 因為我之前都有提及過 例如我有這個年宵有年中活動 那有部分的人就會 今次真的來不到現場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今次都有開放這個網上預購的 那有部分的產品呢 就可以經由上網預訂 那所以呢 今次即使你是來到年宵的現場 發覺有些貨品沒有了 即時預購 或者你在網上預購的話 都會在年宵之後截單的 那因為是預購的關係 那所以發貨的日期呢 都要等新年之後才可以陸續發貨 那如果關於會場的環境呢 如果大家有看這條片呢 都大概有跟我去看過那個場 都知道這次的場真的很文青 那今次這條片呢 除了要開箱年宵的產品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呢 就是網上裸醜這個環節 那今次呢 都跟大會商討了很久 關於這個網上裸醜的安排 那就是避免大家不要排太久的隊 因為經過去年的經驗 有些觀眾跟我說 我已經排了四五個小時 我都進不了你的隊 所以今次網上裸醜 就是想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留在Infobox 就有一個裸醜的連結 那大家呢 只要選你指定的日子 指定的時間 你只要跟回那個日子和時間 來到就可以了 那當然在每一個時段 都有有限的醜 那這個呢 就是先到先得 那就是希望 令到整件事更加順暢 就不會有太多人同時聚集 還有排隊排得太久 那成功拿到醜的人呢 記得要準時 因為在會場門後 會有人跟你們對醜的 那如果你那個醜 不在那個日子和時間 就進不了你了 那一陣子成功拿到醜的人呢 你們會收到兩個email 那裡面除了一個醜之外 就大家按那個時間 早15分鐘來到就可以了 還有大家記住記住 不要截圖 一定要拿那個email 給在場登記的人士看 如果不然 他就不會放你進來 還有每一個醜 只可以用一次的 就是你不可以 同一個時段的醜 給幾個人來呢 那他們都是不給的 那這次呢 一個醜就可以 帶多一個人進來的 那拿到醜的人士 就好像你擁有 大家記住啦 每個人只可以按一次醜 如果那個系統 跟一個人拿了兩次醜 那你第一次的醜 都會作費的 那這次拿醜的流程 就很簡單的 按開網站 就會有市集的詳情 就有一些 今次你們需要知道的東西 然後呢 就按這個 登記會員 就會去到另一個界面 然後再按 那你會見到 好像有一個要收錢的 但其實是費用全面的 你直接按報名就可以了 那報名這個呢 主要就是登入你的email 那因為我們之後的醜 要email給你 然後你再去按這個 前往選擇的日期和時間 去選擇你到底哪一天 哪個時段上來 那這一頁呢 就會有不同的日子 那我就 當自己了 去最後那一天 那我就確定 2月11日的日期 那按到這個界面呢 除了一點點之外 你就去按下面那個 入場登記 那就會有不同的時間 給你選擇 那我假設這一天呢 我就想9點過來 那我就在9點那裡 按一個醜 那一個醜呢 就可以帶多一個朋友過來的 那我們就直接按下一步 那下一步呢 就是進回你一些資料啊 名字啊 電郵啊 那最重要呢 是派到這個醜給你 那就可以了 那入了所有資料 按確定呢 你就會去到這個界面 就是 謝謝你完成這個報名了 那你就會在即日之內 收到一個email 那email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醜 和一些衰肢的 那去到這個步驟呢 基本上 整個拿醜的流程呢 就已經完成了啦 那之後呢 就來個快速的開箱 我們今次年宵有什麼產品 我剛才已經撿了一盒子出來 好 今時不宜遲 現在馬上說第一樣 那第一樣呢就是 那是Cousine 那今年呢就出了兩個款的Cousine 那第一個款呢就是這樣的 那它正面呢 就有個肥蛙在那裡 就在搓著飯糰 那這次的形狀呢 就是一個深深的形狀 那後面呢就是 它拿著了一個招財貓 兩邊都有圖案的 那第二個款呢就是這個 那也是一個雙面款來的 那前後都是這隻 倉鼠仔呢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次的Cousine呢 都幾大一下 象律律有40cm的 好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這一個呢是一個會馬來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去日本的話呢 那些神社呢都會看到的 這個是我這次年宵第一次出 那我前面呢都畫了肥蛙的新年款 那它後面呢就是一個空白的木板來的 那大家呢到時就可以在上面寫 今年的願望 然後掛在家裡就可以了 這個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然後呢第三樣 之前在Story呢已經給大家看過了 這個真的很漂亮 它是一個御手來的 上面就寫了平安健康 然後那隻肥蛙就在這裡 然後旁邊就有些招財貓啊 達摩那樣的 那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正飯呢也有公仔的 那前面呢就是這樣 而後面呢也有一個達摩的 然後小小的那個字呢 就是我Man Disco的名字 然後到下一樣呢 好喜歡的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登登 這個是AirPod Case 它這個公仔呢 我畫了肥蛙穿了那隻 熊仔的衣服 那每一個AirPod Case呢 都會擀一個鑰匙頭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那它呢就是一個軟殼來的 就是你可以按一下按一下 都不會懶的 然後呢下一樣呢就是這個 是一個鐵漿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次這個漿呢就是一個金邊的 我想鐵漿是我第一次做的 好滿意啊這個 那後面呢就是一個蝴蝶扣來的 那你到時候可能扣袋啊 扣衣服啊 扣拉帽啊 扣什麼都可以的 那到時候包裝了呢就是這樣 好 然後到下一個 那新年啦 當然不少得要揮春 那這次呢也畫了一款正方形的揮春 那上面呢就有肥蛙啦 有些桃花啦 然後中間有個複字 然後下面又是有個鐵漠 其實呢 我想呢 我想我師傅的門口啦 那一棵牆啦 都已經有它的存在了 那就買回去貼在家的門口裡 那你又可以整年都看到我 在這個門口裡 好然後下一個呢就是鏡啦 這個方鏡呢上年都出過 那近一點給大家看這塊鏡 那這塊鏡呢前後都有圖案的 那你一打開呢它有兩邊鏡的 一邊呢就放大效果一點 一邊呢就碰空鏡來的 那你就這樣帶出家的房子 一手袋呢都很方便的 然後呢 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MT膠紙 今年的MT膠紙呢就是這樣的包裝 上面這個卡牌呢就是這卷 MT膠紙的圖案來的 這裡真是美 大家如果來到看實物的話 更加美 好啦 接著呢就到電話殼啦 那每年都會出電話殼的 但是今次呢有一點點意外發生 那本身呢就有三個款的 那一個款就來不及做啦 所以最後呢就出了這兩個款 那上面呢就畫了肥娃去旅行 那樣就類似一個手帳的紀錄形式 那給大家看一下年宵款的一項呢 就是軟殼全包那邊的 那這次呢就是只有蘋果型號的 那來到呢就沒有其他型號的 好接著呢就是第二個款 這個零食星球 我上一年呢都出過一個星球款的 然後那個呢 那些人很想要啦 因為我之後呢就沒有再買了 然後很多人都說啊 什麼時候可以再出一次呢 所以呢 那這次呢都出了一個零食星球版的 那後面的殼呢就是一個紫藍色的墊便來的 那它的質料呢都是四邊包了 軟殼來的 好了然後呢就是杯啦 那這次杯呢都出了兩個款的 那第一個款呢就是黃色這個款 那是有我最喜歡的這個零食球造型 那有它最喜歡吃的Pancake 然後它就會抱著自己的咕筍啊 抱著自己的小皮 那旁邊這些呢就是經常出現在它身邊的東西 那第二個款呢就是粉紅色這個 那那這次呢就畫了四隻 那分別呢有肥花這隻 兔仔 蟲仔 和保護小猫 那這個呢就是這次出的 不覺得我都不知道大家喜歡哪個款 那下一樣呢就是一個口罩套來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圖,畫了很久 你打開了就有兩邊 後面這個就是另一個圖案 完全是把我很想去日本旅行的 心情畫在這個口罩圖上 下一個,這一樣是MEMO紙 每一年我都會做不同的主題 而今年就是夾公仔的主題 MEMO紙這裡就是夾公仔窗口的位置 而MEMO的底托就是肥蛙夾公仔的樣子 然後下一個就是鎖匙扣 那次鎖匙扣就做了三個款 每一個款都做了一個包裝給它 而且包裝卡上畫了一些屬於它們的東西 有肥蛙、兔子 還有這一隻就是這三個款 然後就到了每年都會有的奶茶袋 轉一個圈給大家看一下 今年在奶茶上面的主角就是它們 去年那個奶茶袋我現在都還在用 這個奶茶袋真的棒 它外面這個是一個防水面 如果你不小心滴了東西進去 你可以慢慢抹就可以了 好 下一樣就是每年都有不同的貼紙套 那這次的貼紙套 有一包我是特別喜歡的 就是預手款 裡面就有五款不同的預手 每一款都會有三張 然後這一包就是一個心形款 裡面有招財貓、肥蛙、滄鼠仔 然後這個是日本的食物款 然後這個是它們的動物款 有小貼紙 當然也會有大貼紙 因為我去年也有推出 那這一種防水的大貼紙可以貼電腦、貼行李箱也可以 那這次就做了三個款 那這款就是旅行版的即應即有 有下製、吃迴轉壽司 有去浸溫泉 然後給大家看第二個款 第二個款就要吃東西多一點 然後第三款就是這樣的 然後就是筆袋和散字包 那今年的筆袋就是這樣的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今年的散字包和筆袋的樣子 好 接著就到卡貼 那後面這個就是底卡 那你到時買了的話 你可以直接就這樣撿卡貼出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就到明信片 那明信片這次也出了四個款 那給大家近距離看看這四個款 那它們後面就是這樣的 大家就可以在後面寫東西了 好 接著就去到最後最後一件事 就是 怎麼可能沒有toe bag 連連都有的嘛 對不對 給大家看看 那今年呢就是我最喜歡的這個熊仔的造型 那攬住了它的骨頭 還有夾住了它的熊仔皮 上了一箱就是這樣的 它的尺寸也挺大 可以載很多東西 你說那些A4尺寸那些 它卻卻有餘了 不用擔心 好啦 那終於將肥話年宵要說的東西 全部都說完了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樣子好像很累 不要介意 因為現在已經快五點鐘了 在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不停滴眼水 我現在對眼睛是很累的 那我現在就馬上拍這條影片 就馬上剪 希望盡快可以給大家看這些資訊 那希望大家對於今次連銷的安排滿意 以及對今次的產品都喜歡 那我們連銷再見了 bye bye 好啦 那最後最後呢 這個連銷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坊 那我自己很想去歐陽昌師傅 震堤書法那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們敷了沒有 因為我呢 就應該不會有空去參加的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看一下他這些工作坊 還有沒有參加